如果说起世界上高颜值的明星家庭,那么贝克哈姆一家绝对是排名前几位的,先不说如今依然帅气的小贝,还有几乎不穿平底鞋的贝嫂维多利亚,他对时尚的追求简直可以用疯狂来形容。 除了两个高颜值的父母之外,家里的四个孩子也是颜值担当啊,19岁的大儿子布鲁克林,16岁的罗密欧,13岁的克鲁兹,当然还有一个简直是被全世界的网友门看着长大的肉嘟嘟的小七,作为四个孩子中唯一的女生,小七真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的,被父母宠着,被三个哥哥宠着。 小七是上辈子拯救了整个个银河系吗?小贝变成了宠女儿狂魔,几乎看到的场景都是小贝把女儿抱在手里。 都说小贝的四个孩子中,就小七继承了小贝的逆贴颜值啊,而三个儿子都长得像妈妈维多利亚多一点,而如今七岁的小七还是和小时候一样,胖乎乎的真是惹人爱啊。 作为童装界的带货达人小七,她的穿衣打扮简直比明星们还时髦啊,所以这一家人走到哪里,小七都是最抢风头的一个。 8月24日是除神哥登拉姆其妻子的生日,贝克汉姆一家和哥登一家的关系一直都很好,所以这次两家人齐聚相侠,其乐融融啊,本来非常欢快的聚会。 但是这张大合影引发了外媒的抨击和外国网友们的吐槽,大家跟着小编一起来看看这张大合影引发的争议吧。 首先第一点是,贝嫂搂着大儿子布鲁克林,而小贝搂着两个儿子。 外国网友们就说贝嫂怎么距离小贝这么远啊? 而且很多情况下,都能看到贝嫂和19岁的大儿子非常亲密的举动。 小编想说,这外国的吃瓜群众们也太多心了吧。 不过,确实19岁的布鲁克林经常陪着贝嫂出席活动,因为贝嫂实在是保持都太好了,所以和儿子一起亮相,简直也太有CP感了。 最时髦的母子,看起来是不是像姐弟呢? 贝嫂生了四个孩子还依然这么少女,也是厉害呢。 当然这是外媒和国外网友吐槽的第一点。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点就是,大家可以网上再翻看一下这站大合影。 小七被咯噔的佳人背在身上,而脚上竟然穿了一双目测有八厘米的高跟梁鞋。 要知道,小七才七岁呢? 正在长身体的小七穿这么高的高跟鞋实在是不合适啊。 网友就发话了,像妈妈背扫呗,确实也是,背扫几乎天天穿高跟鞋,导致脚步严重变形。 是人都知道背扫对高跟鞋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,随便翻翻背扫的街拍图,几乎都是十公分以上的高跟鞋。 据说背扫穿平底鞋走路都不习惯呢,就连抱着小七,也是高跟鞋加持啊。 这气场确实是了得。 小编也是非常佩服背扫这架与高跟鞋的能力。 虽然女儿的时髦要从小培养,但是七岁的小朋友穿这么高跟系高跟鞋,恐怕还真是不合适呢。 看来这个吐槽点,小编也是赞同外媒和国外的吃瓜群众的。 贝克汉姆女儿小七穿八公分高跟鞋引外媒抨击。 网友,跟背扫学的北其实从小到大的小七,最多穿一点点带跟的皮鞋、运动鞋、小皮鞋,也是相当时髦的。 但这次穿八厘米跟的系高跟鞋,真的是对小孩的健康不好啊。 七岁的小七现在正是爱美的时候,但是也不能这么宠着小七啊。 而且网友也指出了,七岁的小七如今还是肉嘟嘟的,啥时候才能瘦下去呢? 声明,文字原创,图片来自网络,如有侵权,联系删除。 文字原创